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9月14日礼拜三的第四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连锁高饼店Crosney 昨晚在Facebook专页上面就宣布 从今天开始 他们全线的门店将会结束营业 消息一出 网络上边即刻骂声四起 有网民就说 在8月的分展上面 才买入了大量的饼卡 现在就惨变苦煮化为乌有 他们质疑 为什么这间饼店明知就快倒闭 还要推销饼卡呢 另外有网民就说 在上个礼拜才被推销 买入了大量的咖啡券 现在就拿到没得剩 好了在说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说这间饼店倒闭的情况之前 就要先去交代一下这间铺的背景 铺铛就只有英文名的 叫做Crostany 就没有中文译名的 就可能会令到部分的市民 上入飞飞了 就以为这间这样的连锁店 可能是外资企业 是高档次的品牌来的 原来不是 只不过是港资企业来的 而且还要是蓝店来的 所以他们的市场定位 其实是做得不错的 就令到有部分的那些猪头饼 就以为哇 很高卡市的东西来的 因为这间铺铛里面 在时代广场的港岛旗舰店 2019年开幕的时候 安踏体育的首席执行官丁世忠 和他的女儿都有出席展彩的仪式 丁世忠就透露 他和Crostany的创办人 王光辉是老友来的 他有份投资这间饼店 王光辉就说 他和丁世忠都是福建人 两个人是经朋友介绍一下认识 所以这间是著名蓝店 而且在2019年的 反送中运动当中 这间铺铛的经理都是出言不信的 但是相关的铁文 现在删除了 我找不回 跟不到大家讲 反正背景就是这样 蓝店来的 连锁饼铺 福建人开的 好了 我们看看他们昨晚漏夜那篇的声明 怎么说 疫情下百业萧条 不少行业都大受影响 自2020年开始 经营环境十分恶劣 本公司也都很可惜 未能力挽狂难 只能够无奈地 作出一个非常沉重 和失望的决定 门市将会营业至9月13日 即是发帖当日 之后将会全线结束营业 我们也对所有顾客及员工 致10万分的抱歉 我们再次由冲地感谢 一早就已经是有部署了 倒闭的时候 因为被人察觉到 原来有部分的门市 晨早已经开始搬走那些咖啡机 搬走那些器材 甚至有些门市 两个礼拜之前就已经是 围绕板了 那你就是有预谋执了 不要说没有预谋 那你这样的情况下 你执当晚才告诉人家 是毫无预警的 那叫那些 在你那间店铺买了饼卡 和咖啡券的顾客怎么办呢 当时找阿茂和他对啊 你都没有充分的时间 别人去兑换 那现在就拿着整手 当是废纸啦 发为乌有啦 不知道找谁追讨啦 这些是不是经营手法 很有问题 还说可以后会有期 如果你这个老板 这样来到去做生意 是这么不讲诚信的 毫无纳追之地 你在香港 如果再搞这些 这样的饮食业的生意 是谁信你啊 一查到 原来这个董事有他份的 立刻别人不光顺你啦 是不是呀 别说说黄还是蓝先 这样做生意的 你是欺骗了人家 对你那间店铺买的信任 最少你都要花一头半个月的时间 别人去兑换啦 好的 明早倒闭 今晚才才告诉人 难怪那些网民呢 是这么愤怒了 就算有些没份买的 都觉得你是有问题了嘛 对吧 好了 那更加不要说 是有份中招那些的苦主啦 那些惨得不得了啊 真是 我们又看看他们怎么说啦 有人就声称啊 在分展上面 7月和8月都有的 在会展搞的 就大手这样买入了 这间Crosstony饼铺的饼铺 都还没兑换 那他们就质疑了 喂 你明知道自己都快要倒闭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这样来到去掠人一笔呢 就要求呢 这间铺铺交代赔偿的安排 那有网民呢 就成立了一个苦主的群组 至今的成员呢 就已经是超过了500人的了 群组的管理员Yandy 接受HK01访问的时候就说 他今年11月结婚 故此呢 在5月的时候啊 就传了一封email 去店方那里查询饼卡的优惠 那人家呢就回复他了 你在分展那里购买 201张以上的饼卡 是可获65折的啊 那这个Yandy呢 就不如有诈啊 在今年7月的分展上面呢 就购买了201张的饼卡 那经折扣底下呢 就花了6030元的 原价呢就50元 那折后呢就是30元一张 那他那张这样的收据呢 就HK01有贴出来的 那其实不是65折的啊 这个是6折的啊 那他就以为很划算啦 那说开又说啦 这间铺铛都不知道怎么做生意的 正所谓好事就成商嘛 搞婚礼 扮红事的 那你怎会要求人家买单数的饼卡 是有这个优惠的啊 就是201张以上啊 这么奇怪的一个数字 200张以上就行啦 那这个Yandy又是 其实很沽寒的 人家告诉你 买201张以上有折 他真的买201张算数啊 有时候的东西不到你不信的啊 单数 就是你做白事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嘛 单数啊 就是比如说做吉儿 那你就单数啦 那你去摆酒 那个围数都要双数啦 对不对 又或者每围坐多少人 你都要双数啦 好忧忌的嘛 这些东西啊 好了 讲回我们这个主题啦 那这个Yandy呢 近日才是过了大礼 和派帖 那怎么不知呢 昨晚 那间饼铺就执载了 他就马上呢 致电信用卡公司 要求退款 并且呢 是打算向海关 销委会 和报警求助 他还说要另外买饼卡 需要额外花费多9000元 那我想呢 其实他这些钱都是冻过水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7月的时候呢 就买这些饼卡的 现在市都成9月中了 怕且条数都已经找了啦 另外的就是说 喂 你现在市这个交易行为呢 就是明买明卖来的 那你关那个信用卡平台什么事呢 是不是啊 喂 那个卖家没办法兑现得到他的承诺 那就是你们买卖双方的糾约来的嘛 那所以呢 我想那间信用卡公司就不会理解他的 最多呢 就叫你自己两方面呢 斟垫他而已 但是现在那个老板呢 不知道去了哪呢 那些员工说他欠身都没铺头 那至于说向海关销委会 和报警这些就 啊 浪费啦 是不是啊 但是站在他的立场来看 又可以理解的 大那那六千元 扔了河河河 还要自己没面子 又要再派过一张帖 派过饼卡 好了 另一名副主李先生呢就说 在8月27号的会展分展里面呢 买了Klostini的80张饼卡 一共呢 花了两千八百元 那怎么知道呢 今天就得知他全线倒闭 他就批评了 你明知准备倒闭 这些是奸商的经营手法 是不负责任的 而且呢 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的赔偿方案 说得很好啊 这个是不是啊 他就说呢 不少的苦主也是中伏啊 这些是有心欺骗顾客的行为啊 我都同意的啊 我都希望他们呢 可以追回几多得几多啊 虽然机会比较渺茫啊 坦白说 好了那至于另外有网民就说到了 他在一个礼拜之前啊 才被个店员呢 是推销了这间店员的24张咖啡犬 那在上个礼拜五 即是9月9号的时候 他去门市用咖啡犬买完饮料之后呢 就发现了 那部咖啡机马上就被收走了了 第二天他再去店员那里帮衬 就积回牛奶呢 是可以给他换购的而已 这个网民就说 店员实情呢 就早有部署的了 根本就全心骗人的 等到买了饮品券 或者是饼卡那些的顾客 是没有仇报 他就说想不到 自己喝那杯咖啡呢 竟然间就已经是 传店的最后一杯了 即是他9月9号去兑换那杯咖啡 最后一杯 后来就只能够得回牛奶嘛 那其实在这件事上面来说呢 店员也是无奶来的 为什么呢 喂 你那天都已经是要搬了一部咖啡机走 你还跑去售什么的咖啡券 你都知道差不多要倒闭的了 对吧 至少你那家门市是要倒闭的 那你还那么努力去困人干什么呢 那些钱又不是落你袋的 被老板卷走而已 对吧 还售什么的 又骗了人家钱了 好了 我们看看工会的说法是怎样的 饮食业职工总会就说 红线有限公司 旗下的12家西式糕饼店 Crosstony 宣布昨天结业 拖欠了雇员的8月和9月份工资 估计是涉及超过100名的员工 还有大约300万的欠薪等补偿 那家店根本上就叫做红线 即是那家公司又没有公司的名字 红线就红线 又要改个Crosstony 走去老店那些猪头饼 以为很高档 卖到几十元一件 Crosstony 红线红线红线 我最喜欢说这些 必也正名符 等于那些方仓一样 你不见得人的吗?这个中文字 红是什么呢? 红福齐天的红 善就是善食的善 红善 有什么问题呢? 挺好听啊,对吧? Crosstony 丢 好了,工会就说 昨天大约30名兼职与全职员工 前往求助 他们立刻为员工举行追讨大会 解释追讨欠薪的流程 逐一协助员工登记追讨欠薪 和福利的补偿 工会引述在场的工友就说 公司自8月开始已经拖欠薪金了 近日直接找不到雇主 潜了水 不抱头 近日公司的饼房和车手 已经是没有上班的了 店内也没有高饼和咖啡可以售买 部分的分店在几日前已经收拾了 工友是这样到十分无奈的 工会又说 雇主在结业之后 并没有交代欠薪的安排 呼吁雇主尽快拖头交代事件 这些真是无奈到极了 这样做生意 红线大家记得 这个老板叫什么黄什么鬼呀 福建人 黄光辉 希望他就快点上水 向那些工友交代欠薪的发货安排 和相关的补偿问题 以及向那些库主发还赔偿给人 因为你脑点别人的摆明 因为可能你临织 你没理由说现在才知道 7月那些都算了 8月都已经知道了 不可能说这么快才知道 不是这些近期决定来的 你明天执今天才决定 找鬼信 快点赔钱给人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